我们主要有分享另外一个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切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的这个进阶里面 有一个我上礼拜讲过的 它那个东西在下载网络资料这边 我有把它分一区 其中有一个叫观测资料查询 后面刮壶有用那个什么IE去下载资料 其实另外还有个范例也是用IE IE物件就下载台银的外汇 台银外汇各位应该不陌生 因为想要查外汇 我想大部分都会先上台银外汇去看看 像最近那个日币又终于又回扁了 所以如果常去日本的 就会非常对这事情非常关心 因为常常会盯着那个日币的汇率 真的差很多 因为之前最低的时候大概0点 对台币大概0.2 最低到25吧 2625左右 那时候其实去日本玩 真的是所有东西都真的便宜 最近涨到0.32吧 3233 最近又跌回来 所以其实外汇行情 那不过有个麻烦的地方 因为我本来写好了 可是最近台银外汇的网页改版 结果我刚刚试了一下 头大了 怎么样 本来按下去 自动就帮你表根抓下来 但是现在也是有表根下来 可是格式不一样 所以变成程式又要重新再稍微改 不过逻辑上差不多了 也许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怎么样把网络资料抓到 eSale里面处理最简单 反正我们主要是分享一些 我遇到的一些状况 怎么样做比较容易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先来看那个当日行情部分 所以一样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当日行情表 你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这个当日行情表的范例 这个可能要自己把它下载 里面的话大概打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起用编辑一下 它的第一列就水泥 不过我是建议你第一列 先插入一个一列 然后这一列里面的话 请各位在上面 先输入那个类鼓跟网址 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因为我那时候输入的时候 没有加入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自行加入 它的类鼓跟它的网址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 很简单 类似有个清单概念 因为我有个清单 那我可以把这个清单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做一个批次的下载 所以基本上当然这个下载方式 是从单次变成多次的 也就是说我们先可以下载一个 比如说水泥类鼓 然后再把其他类鼓 一个个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demo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删除旧资料 这个我想前面 批次新增 这个前面也讲过 那新增意思就是说按下去 它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空白的工作表 应该还记得 这个前面 应该是上个礼拜 还是上上礼拜有讲过 这边的话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哪一个 序值1的最下面 因为我中间间隔 因为怕下载资料太多 然后抓到那个名称 哪个名称呢 水泥 然后帮我怎么样 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add嘛 序值1的 然后名称把它变更为水泥 不过这边下载资料 目前是空白 也就是说我们练习的时候 先不需要下载资料 那就帮我把 只是先建什么 建那个名称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现在是空的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再去下载 删除跟前面讲过 删除的话就是 从后面删回去 再来就是什么 批次新增与下载 多一个下载 那这个下载的话 基本上 先录制一个聚集 这个也是从录制聚集来的 那我们先下载其中一个类骨 再把它撰写回圈 就每一个都可以下载了 然后呢下载的方法 我们demo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按下它 它可以帮我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的下载 不过这个前面 你会发现 它会一直闪动 那我是建议啊 如果说你不希望说 它每次一跑 有时候跑很久的话 那建议你就是中间 多一个空白列 空白列 那这边的话 批次删除 批次新增 然后这边就下载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那个 每个类骨里面的行情 那再来就是说 我顶多是增加什么 不闪动 比如说它刚刚会闪动 我如果不闪动的话 另外再增加什么 状态列 这个前面好像也有讲过 你会发现在 左下角这边出现 共有几个网页 那已经下载几个网页 并且它会在那边转转转 可是画面不会闪动 因为我主要把那个ScreenUpdating给关掉了 所以它不会更新 另外呢 底下会出现我需要的讯息 可是这个讯息这样看起来 其实好像还是不够 所以后来我又改了一个叫什么 用之前讲过的 有没有 我们可以用一个 启用那个表单 那表单里面有一个vable 可以让我知道说 我目前进度到哪里 类似像这样下载进度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就会算我总共进度多少 然后呢 每一次就增加 就更新更新更新 直到全部下载为止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恰 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刚刚好 它下载使用者就会感觉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下载进度 感觉反正就会比较知道 到底下载到哪里 也比较不用说 我不知道等多久 终于可以下载 好那等一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地方该怎么完成 首先第一个 这里怎么下载 第一个我先把一个下载下来 那程式撰写的话 我们一样 切到那个程式码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资料的话 汇入网页 那我们会需要录制聚集 那首先的话 我们第一个先连到哪一个网址 我们可以先连到这个 当入行情 这边这个网址 Ctrl C 一下 那我要怎么去录制这个聚集 当然第一个 你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 第二个 开发人员里面录制一下 记得录制之前 先把这边的网址 先Ctrl C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就是录制聚集 这个聚集名称也许 就下载股市资料 然后按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做资料里面的从web 然后把资料贴上 刚刚那个 刚没有复制到 糟糕 这边要重来 停止录制 可能要这样子附 Ctrl C 因为你可能出生格上面 就没办法 好 那一样我们在 我建议啊 游标先停在别的地方 这样 suit a1.slate才会录进来 所以录制聚集 然后把刚刚的聚集录 把它盖过好了 基本上 e range a1.slate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 资料里面从web 把刚刚的那个网页贴上之后到 接下来呢 我需要的是 股市资料里面 特别注意哦 其实query table 这个物件呢 基本上 重点在table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个箭头 主要是因为 在html里面 只要是标签里面 有table的 它会帮你选取 所以如果不是table 这个就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table 因为刚好这些资料都是table 所以我们只要选取这个table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我们要的 然后呢 按个贿赂 贿赂到哪里 贿赂到a1 按个确定 好 接下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 诶 贿赂了 可是问题呢 没有资料 这里特别注意 因为yahoo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呢 它有做一些保护 那哪些保护 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 取消全部资料 你可以刚刚 把刚刚的那个网址 先贴上一下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帮我 有没有 本来我应该是 贿赂了这上面的东西 结果它却出现这个地方的东西 显见怎么样 它这个table的位置好像不太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来看 我之前常常看到有些网站 贿赂不成功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把开发人员这边停止录制 在启动 刚刚我录制那个 我没有改名帧 你要按编辑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 这没有用 A1.slate 然后网址贴上 其实关键在这里 有一个地方叫web table web table指的是 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表格 所以如果说现在是10 10是抓到下面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 要不你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改成9 会不会 会不会成功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开个新的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执行一下 Command 这个Command 把它注解掉 这个好像记得是 这一行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把它加个单引号 或者把它删掉 OK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执行 各位可以发现 有没有 那其实很多网站 它有点故意 就让你假装多一个table 有个假的table在那里 那你抓的时候 你抓到下面 其实它应该在上面 所以有时候怎么观测 你可以看一下 抓到的资料 是不是在附近 如果是在附近 你可能加加减减 有时候就刚好 会抓到你要的部分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抓到单一个 单一个哦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一个 这个是抓一个嘛 你会发现 它的头一定是with 这个东西 尾巴一定endwith 这个主要是抓网络资料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希望它怎么样 可以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说呢 根据这个清单 然后呢 当我按下某个按钮的时候 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对 跑个回圈 第二个的话呢 我抓什么 把它的B栏 sales B 把这个B栏的资料放在哪里呢 其实就放在我们刚刚 下载资料的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网址嘛 你就把这个网址怎么样 把它改成sales B栏的东西 B栏的东西 然后呢 每一次 它底下就是在 刚它下载之后 下载之前 先帮它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重新命名成sales A 下载 那这样不就可以跑个回圈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写完之后 它完成的类似像这边 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先录制一个 再来的话 我就把它修改成什么 新增工作表与下载 那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基本上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连到Yahoo股市里面 然后先做单次的下载 待会我们再来看 P次下载的部分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然后 放下or 好 然后 换下载